跟著我們中視中天鏡頭團隊 坐著我們租來的車子 要一起通過統一大橋 要到了最靠近北韓的據點都羅山 不過到這個地方呢 還得跟著南韓軍隊的軍車 坐前導才能夠進入 跟著南韓軍車穿過層層戒備 跨越統一大橋後 北韓就近在眼前 目前記得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都羅山展望台 透過我們中視中天新聞的獨家的鏡頭 帶您來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說是獨家的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幾乎沒有任何的媒體在這 除了當地南韓的媒體之外 在我右手邊這邊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是最靠近北韓的一個喊關 這個統一大橋直直走到底 最靠近北韓的據點 就是這個地方了 文靜衛即將登場 全球高度關注 南韓媒體更在都羅山現場 搭起零時播報台 大陣上採訪 但都羅山現場戒備森嚴 拍攝限制也不少 透過我們的鏡頭 我們看到這都羅山海關 看起來好像變成了一個觀光景點 但其實記者在進來之前 就已經有被特別的告誤跟禁止 關於軍車還有軍人 一切的軍事部分 全部都不能拍攝 海關另一頭就是象徵 兩韓交流的開城工業區 電子開板上寫著 開城工業區能否再復活 南韓政府更期望 借由2018高峰會 能成為和平新的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介紹